在2011年抓捕本拉登的海神之毛行动中 海豹突击队使用了两架直升机 躲过了雷达监测 突袭了本拉登的大别墅 大家都知道使用的是黑鹰 但是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却没有人注意 此后这款神秘的直升机 也就再也没有消息传出了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UH-60黑鹰直升机的隐身版本 可能很多朋友都应该看过 黑鹰坠落这部电影 而黑鹰这款直升机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种通用型运输直升机 不仅动力强 再重量大 最关键的是能在高原的气候环境下 完成飞行运输任务 由于其良好的高空升线能力 是一款不可多得的运输机 而在当前的黑鹰系列直升机里 隐身黑鹰无疑是一个神秘 而且让人感兴趣的版本 因为它和科曼奇是目前仅有的 隐身直升机了 其中科曼奇因为价格实在过于昂贵 以及冷战结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这款隐身直升机最终是没能走进 美军的实际列装序列里面 而至于隐身版本的黑鹰 其实要比科曼奇研制的更早 只是美军一直尚未公开 曾经在2011年 美军海豹特种部队 实施代号为海参之毛 联合特种作战行动时 所使用的两架直升机 就是这款隐身版的黑鹰 而这次行动中 美军使用的隐身版黑鹰 成功避开了巴基斯坦的雷达防空网 完成突袭 但是其中一架黑鹰 太接近别墅的围墙 导致气流不稳而坠机了 为了保守秘密 美军在匆忙中对其机身 进行了爆破销毁 但是残留的尾奖和部分尾良的照片 却流传出来了 此后很多年 由于这种隐身版本的黑鹰直升机 一直没有解密 所以对此型号的猜测 也是层出不穷 直到这张照片出现 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根据大兵查到的信息 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拍摄地点可能是位于 弗吉尼亚州的尤蒂斯堡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28旅的基地 也可能是51区 这个第128旅 主要是为美国陆军飞行技术管理局 提供技术验证服务 比如一些原型机的试飞和性能评估 而这个飞行技术管理局 主要负责的是 美国陆军先进直升机的研发工作 美国陆军对隐身直升机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1977年 当时他们提出了隐身直升机概念项目 对下一代直升机进行隐身设计 项目概念 曾经与先进的复合机型计划结合 催生出了S75 全复合直升机技术验证机 由于整个机身采用了全复合材料取代金属 使得机身有了强度高 重量轻 以及低成本的特点 原型机在1984年7月完成首飞 先后进行了大量测试 由于这款原型机 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隐身技术 机身下部采用了零形设计 能有效的折射雷达探测波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雷达探测的隐身 而同一时期的美国贝尔公司 在OH-58D-7奥瓦侦查直升机基础上 对直升机机头进行了隐身设计 推出了OH-58X隐身验证机 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 两款原型机是仅测试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被封存了 美国陆军首次将隐身技术全面应用于直升机 就是在著名的 RAH-66科曼奇武装侦查直升机项目上 这一项目主要是开发一款 双发单旋翼隐身直升机 用于替代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和OH-58D-7奥瓦侦查直升机 由于科曼奇采用了包括整体隐身 机身多面体圆角和发动机进气口隐藏等 全面的隐身设计 因此也被称为直升机中的F117 不过研制难度大 再加上成本持续增加 该项目在2004年被叫停了 科曼奇项目夭折也一度让外界认为 美军对于隐身直升机的研制 也就就此止步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科曼奇的背后 还存在黑鹰隐身机这一秘密项目 如果不是在海参之毛行动中坠毁了一架 恐怕现在咱们都还很难知道 美军还有这样一个神秘的机型存在 从公布照片看的 这架外形奇特的隐身版黑鹰 并不是海参之毛行动中坠毁的机型 因为后者的残骸显示 这款机型的机尾奖采用了隐身设计 而照片上这架黑鹰采用的是普通尾奖 所以这架完整的隐身黑鹰 很有可能是早期型号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从这架隐身黑鹰上 还是能够看出很多技术特征的 首先这架飞机明显就是在 EH-60AL黑鹰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EH-60AL是黑鹰家族中的电子战情报收集直升机 分别为A型和L型 其中A型是电子战直升机 携带AN ALQ-151 V2系统 L型是情报收集直升机 装备更新型的AN ALQ-151 V3系统 两款机型都配备了AN ALQ-151 基载通信电子战系统 可以拦截敌方电子信号并且定位 同时展开电子干扰 最突出的特点是尾两两侧的边形天线 这在普通黑鹰身上是基本看不到的 除了边形天线 这架隐身黑鹰的尾两两侧 还安装有四个偶级天线 机身下好像还安装了向后折叠的天线 这些都是阻塞式通信干扰系统的一部分 当然这只是大兵根据图片推测出来的 所以并不准确 同时机头两侧分别有两个导弹告警传感器 机身侧门后部应该也有两个 用于提供360度的全方位预警 并且还配备了一对短翼 类似于MH-60LM黑鹰特战直升机上的武器挂载短翼 不过这架隐身黑鹰最值得注意的特点 是对机身主旋翼发动机进气道和排气口的重度改装 可以明显看到主旋翼上巨大的隐身讲骨将主轴是完全遮蔽 机身应该也涂有隐身涂料 发动机经过处理后热排放量降低 进而提高雷达和红外隐身能力 这些设计与咱们上面提到的OH58X验证机是类似的 此外呢S75验证机的复合材料技术应该也有运用 咱们上面提到这架隐身黑鹰与海神之矛行动中坠落的那架 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这架隐身黑鹰是没有对违奖进行隐身处理 而从这点也能看出啊 当时美军的技术关注点还是在直升机的前半球 以确保能够躲避前向雷达探测 穿透重兵防御的区域 而从时间上看照片上的隐身黑鹰应该是和科曼奇项目处于同一时期 在后者终止发展后呢 由于技术难度比科曼奇小得多 最终才得以发展 在今年的2月3号 美国特种部队突袭了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布 也就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叛军武装最后的据点 事后当事人发现了一架四分五裂的黑鹰直升机残骸 而美军呢也是承认是他们遗弃的 当时直升机突发故障无法行动 因此不得不呼叫飞机来炸毁 从机头特写来看呢 这是一架MH-60M特战版黑鹰直升机 隶属于美军第160特种空勤团 它几乎和隐身黑鹰一样保密 目前美军并未透露MH-60M突发故障的原因 不过外界感兴趣的是美军特种部队 这次为什么没有使用海神之矛行动中的隐身黑鹰 难道是隐身黑鹰图有虚名吗 实际上隐身黑鹰自从在行动中坠毁之后呢 就很少露面了 直到十年后 即2021年8月中旬 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时才疑似再次露面 当时有一架黑鹰直升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 执行撤退任务 有人发现它的机头比较圆润 有一道隐约的折线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它是隐身黑鹰 但从机尾的设计来看呢 它其实就是一架普通的黑鹰 最多是美国国务院的药源运输型 之所以看起来有折线 完全是光影折射的巧合 而美军撤退之后呢 阿富汗人也曝光了此前被认为是隐身黑鹰的机库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发现维护隐身涂料 所需要的特殊工具和器材 所以这就是一场乌龙 也就是说隐身黑鹰 自从执行了海参之毛行动之后呢 十余年来也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了 所以也有理由认为 它只是昙花一现的黑鹰改型之一 甚至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自从RAH-66科曼奇开始 外界就一直对隐身直升机表示质疑的声音 因为直升机的作战环境和高度 隐身的作用不大 从需求上来看呢 直升机一般在低空活动 其飞行高度常常是只有一数之高 此时直升机的雷达反射信号 多多少少呢会被地面砸拨锁掩盖 从而达到雷达隐身的目标 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雷达特征的确不明显 但不要说高炮了 即便是大口径机枪 都能给直升机造成不小的麻烦 因此直升机对于雷达隐身性能的需求 并没有战斗机那样迫切 而战斗机呢为了获得雷达隐身性能 要么就得涂锡波涂料 要么就得必须设计成棱角分明的外形 以使得雷达波不能够原路反射 就像F117那样 前者是增大了飞机重量 维护成本大幅提升 而后者呢则牺牲了飞机的气动性能 毕竟固定翼飞机的主要阻力来源于机身 棱角分明的机身很容易造成局部流动分离 产生较大的湍流阻力 但直升机其实无所谓 低速或悬停状态下 机身就算设计的再完美 还是会阻挡悬翼尾流 造成额外增重 影响悬停生力 而在高速前飞状态下呢 蒋古起落架 各自产生的阻力 也完全不会比机身小 所以将直升机机身 设计成棱角分明的形状 基本上不会对直升机气动性能产生影响 既然如此 那么尽管需求并不迫切 但既多不压身呢 让雷达反射面积再小一些 也会更安全 如果一架直升机 获得了与固定翼隐身战机一样的隐身能力 那么必然能够拥有更好的突防能力 因此像美国这样的航空强国 便在此前研制了科曼奇这样的隐身武装侦察机 并且前前后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相应的研究 而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雷达隐身 让直升机隐身才更有意义 因为它在飞行过程中 螺旋桨与空气摩擦会产生高频噪音 引起的气流漩涡也会产生很大的噪音 而这个噪音呢 在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听得到 对直升机的突防和飞行安全非常不利 但如何能使噪音降下来呢 直升机噪音的产生来源 主要是有两个 那就是发动机噪声和讲液噪声 发动机噪声 这个其实很好解决 隐身黑鹰就是通过在发动机上 安装隔音材料来实现降噪 最难的讲液噪声 是主旋翼以尾旋翼旋转时所产生的噪声 也就是直升机噪音的主要来源 因此隐身黑鹰首先进行了降噪处理 通过增加讲液数量改变讲肩形状 大幅降低了整体噪音 有传闻称隐身黑鹰的噪声传播距离 能够控制在一公里之内 总体来说呢 直升机的隐身比雷达隐身要更为实用 成本也更低 而隐身黑鹰和科曼奇的隐身设计就非常成功 据说它的噪音降低了六倍 目前各国直升机在隐身方面的研制 是要大于雷达隐身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想看的武器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